那我们今天想要来跟各位讲一下 洗衣机的脱水问题 那我们如果一台洗衣机 我们用个五年或是十年 用很久以后 可能会产生这个脱水 这个联动不良的问题 那经常的情况就是说 中心轴在那边转 但是呢 那个外巢 就是速度不同步 爱动不动这样子 那因为这个中心轴在那边转的时候 事实上是必须有一个 这个离合器卡住的 一个弹簧 做一个夹齿的动作 那久了这个弹簧有可能变形 生锈 各种原因造成这个连结不良 那轴跟它的外框 这个很大的这个大槽之间 这个就没有力了 变成中心轴转中心轴的 那外槽慢慢动 甚至都不动 那这样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摇晃 因为你胃干的衣服在里面 中心轴转的时候 会把衣服全部扭曲在中心轴 那造成激烈放动 那洗衣机就停止了 如果这个洗衣机 它的那个侦测这个感 侦测开关是正常的话 它会将电源切断 那不然你洗衣机动得太厉害 整个机构有可能会损毁 那刚好我的这个洗衣机 这个甲齿的这个弹簧就坏掉了 那甲齿这个弹簧 有特殊的一个名称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那我准备去把这个弹簧先拆下来再说 那我们走吧 好那我们现在来拆这个离合器 那离合器就在这个轮子的下方 那我们要先把这个皮带先取下来 那取下皮带的方法一样 将这个马达放松 马达放松 这边松松的 那你就可以很容易的把它取下来了 再来就是这颗螺母 要把它转松 那我们可以拿一个螺丝起子 把它稍微做个固定 那我们就来转它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有一个塑胶外壳 我们把它拿下来 好那这边有一个外圈的一个 这个弹簧 这个都是称作摩擦弹簧 它已经是坏掉了 然后这边也是 整颗这样子 把它拿起来 拿起来的话 我们这个要更换 然后连这个也一起都跟它更换 那等一下我们是拿到桌上去 去把它分解 比较方便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我桌上 这个弹簧 是我刚刚从这个洗衣机拆下来的 我们来看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有大有小 那这个是中心的一个弹簧 那这是外围的 那这个有特殊的称呼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爆簧 大陆上都是这样叫爆簧 那如果在台湾叫做摩擦弹簧 大家如果需要这个材料的话 就上网找一下 你可以打爆簧或是摩擦弹簧 你就可以找得到了 那目前我的情形是这样子的 这个已经严重变形了 外曲扭八的大家看得到吗 而且还烧焦了 那这个外圈的话它是比较好一点 没有什么变形 不过也是有点生锈 花黑 那我们就一并把它换掉 因为它靠这个摩擦力 这个如果表面不均的时候 就是夹齿不紧 所以我们两个就一起都跟它换掉 那很臭巧的就是说 我刚好找得到原厂的 一模一样的 这两个是一模一样 这一个新的一个旧的 但是呢 不巧的 这个不巧的 这个size是一样 这个size是一样 但是呢 它的那个长度是不一样 因为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只好做一个改造 就说 看它这个几圈 那我们就把它剪掉就好了 那目前我跟它算一下这15圈嘛 因为 因为每一个人的机器不一样 你如果找不到长短一样的话 你就是要自己做一个修改就好了 那这个是15圈 那我算一下15圈 我这边 可以用一个这个签字笔 在这边点一个记号 到时候我们从这边把它剪断 然后 然后一样 一样这边也要 要折一个翘出来的角 就是把它做的一样就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动手来做 你可以用一个钳子把它夹住啦 夹住 然后把它搬过来就好了 因为原来的也是长这样子 这先把它搬开无所谓 那反正这个东西啊 也不贵啦 没有多少钱 像这个 这个在台湾的话是卖100块嘛 那 那大陆可能还更便宜 那 如果做坏了就再买一个就好了 它这个是垂直的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垂直的 那这个我先把它剪断好了 因为会影响我们施工 很好剪的啦 很好剪的啦 你尽量把它做到跟那个外观好跟 跟之前原厂的那个外观尽量把它做到一样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这个就是把它折的跟原来这个坏的长相一样啊 好那 这个是多的 被我们剪掉的 好 那这样 这两个的宽度 还有长度 都差不多 我们就可以来把它装上去了 好那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 内部的这一个小弹簧 已经 我已经修改过了嘛 好那我们就可以把它装回去了 好那这边有一个卡榫 我们就把它装进去 好这边尖尖的嘛 好把它装进去 好当然每一台的结构不大一样啦 不过大同小异啦 好反正它长了什么样你就怎么样装回去就好了 好 好这样这边下去了 然后再来就是这一个铁心 好铁心 把它装进去 好这个有有这个齿轮嘛 齿轮跟这个齿轮要相合 把它放上去 好那我们 那一圈的弹簧进去以后 我们再放这个外圈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塑胶套放进去 那塑胶套进去的时候 它这个 这个凹槽要配合这一个 好这样就过去了 好这样就过去了 好各位可以看到它这样 好内部的的这个小的小的一个弹簧 还有外部的弹簧是卡在下面的锯齿状 好这样就好了 好 每一部的结构有点差异啦 不过就是就是它原来怎么装你就原来怎么装 再把它装回去就好了啦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四根 四根懸吊系统 有可能你 你可能要把它换掉 因为 因为这个如果很久的话 造成晃动的话 也会造成这个停止 好那这次呢 我们示范摩擦弹簧的更换 算是 维修里面比较 复杂 而且需要技术性的工作 当你换完之后 如果说它动作不正常 譬如说正转无法逆转 或是外桶不会跟着动 那就是要调整这个弹簧的角度 那你如果没有调整好 动作不正常 千万不要强行使用 以免这个里面 这个轴心 花热 造成弹簧的损毁 那也许 我们可以请一个 比较资深的 维修人员 来帮我们做处理 那希望各位 注意到这些重点 谢谢各位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